好 不過稍早這針對宇昌案 蔡英文總部也開了記者會 我們一快來聽重要內容 馬總統 你可以 為了 抹黑蔡英文 不惜 再磨殺 三位中研院院士的人格 馬總統 你可以為了勝選 不惜 抹黑 台灣的頂尖 生物科技的頂尖學者 民主進步黨 在這邊 要求國民黨 停止抹黑 停止造假 馬總統 你必須向 所有的 國人同胞 為了 邱毅的失言 向國人道歉 我再請教劉主委 媒體 在 在 禮拜三的晚上 就收到 相關的 相關的 所謂3月31號的 簡報的這個內容 你是什麼時候 提供給國民黨的 黨政人士 或者是 你提供給 國民黨的 立院黨團 你是什麼時候 提供的 我想 這個才是 大家在關切 一個內閣閣員 涉及到文件造假 的這個部分 所關心的 的重點